美中两国的贸易战现在看起来战场还在持续的恶化跟扩大 中美两国的国防部长互呛对呛 同一时间中国内部包含商务部跟国务院各式各样复仇方案也都端了出来 人民日报基本上毛起来用力批 他说久论美国必将失败 然而在美国你会发现川普、彭斯、蓬佩奥统一战线 那聚焦在中国共产党 那当然中国共产党的主政跟极权是这一次攻防的重点 我们看一下蓬佩奥怎么说 We also had a conversation today about other elements of China We've been pretty clear about how we view the risks connected to Huawei and 5G infrastructure The Internet of the future must have Western values embedded with a second mission which is to make sure that we educate our friends about these risks as well that we talk to them plainly, openly They'll make their own sovereign decisions I'll let Foreign Minister Moss speak to how Germany's thinking about it but speak to them openly about the risks we see how we think they can be mitigated and in the case of Huawei we are concerned that it is not possible to mitigate those anywhere inside of a 5G network and continue to view that as a trusted network and then share with them too the very real challenge that we have for our close partners whether there is American information on their systems or we are co-located with their systems the rest will have to change our behavior in light of the fact that we can't permit private citizen data from the United States or national security data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go across networks that we don't have confidence that we don't view as trusted networks 张老师我们刚刚看到的是蓬佩奥说 华为是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的工具 那彭斯讲的话更白 彭斯说华为是中国共产党的子公司 如果用台湾人的语言来表达 差不多就是党赢事业赴水组织的概念 那彭斯这个说法是针对美国内部 这个福斯新闻的专访的时候他说的 所以美国现在强硬派统一口径 打人权打共产党 然后打华为也打六四 可是中国大陆人民日报也带头开打 打美国必办 是的 这个其实如果照其他国家标准的话 中国所有的国营企业都是党赢企业 都是附水组织 因为每一个国营企业里面一定都设有党委 然后负责人一定都是党委书记 所以其实中国所有重要的企业都是党赢企业 都设有党委 这个是对他们来讲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华为呢基本上来讲 他当然在他发展的过程当中 其实他有解放军的背景 他有国企的背景 他有这个特殊的这个保障的背景 这个大家也都是毫无质疑的 目前呢中国共产党有三个策略 第一个乡村包围都市 什么意思呢 就是啊美国你现在进我华为 可是呢我华为目前美国这关好 这个你不让我进去 我就争取其他国家的5G订单 马来西亚也好 这个中东的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也好 英国也好 就是从周边国家 慢慢的让我这个华为的力量 华为的市场遍布世界 这个是乡村包围都市 最后的都市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中国共产强调的 就是这个白区解放区 这个就是当时国民党占据的大中城市 这个是最后才要把它攻破消灭的 这个就是目前的策略 第二个就是对于过去很多议题 中国共产党选择正面对决 什么意思呢 譬如说刚才提到的魏凤和国防部长 在香格里拉这个会议上的 这个强硬的表态 其实在中国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体制里面 中央军事委员会 是他真正的军事的统帅机关 那么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主席 大家知道是习近平 他是这个参军统帅 那么中央军委有两个副主席 排名第一的是许其亮 第二个是张又霞 这个是军内排名第二号第三号的人物 那魏凤和是排名第四 所以对中国来讲 国防部是一个空单位 所以他没有国防部副部长 那个是对外进行这个 礼宾交流的时候便利说 因为别的国家都叫国防部 我这个叫中央军委 好像不太对称 所以他就设立一个国防部 但实际上国防部 并不是他的真正的 这个国防的 这个最高的统帅机关 那么这一次魏凤和出来讲这个 从前来讲 中共解放军的高级将领 是不谈经济事务的 但是这一次他就强调 就是说哎呀你这个 要谈呢 大门打开随时可以谈 要打也随时奉陪 这个代表说 从这一连串川普发动 这个贸易战看来 中国现在似乎已经坚定脚步 就是打对抗 而不是说继续想要 这个有什么谈判 还是这个蓄移的策略 这一点我觉得要清楚的看到 尤其是最近他讲这个九个失败 他说美国呢 无视规则必将失败 零和博弈必将失败 逆势而动必将失败 拒绝竞争必将失败 唯我独尊必将失败 双重标准必将失败 言而无信必将失败 一意孤行必将失败 自作聪明还是必将失败 等等等等我们平平 无视规则 美国人觉得加入WTO之后 大家要照这个知识产权的规则来 那中国都不照规则来必将失败 零和博弈 美国人觉得 这个加入WTO之后 你赚了我一大堆 这个贸易逆差 然后呢 这个你也都不买单的 那到底谁将失败 那逆势而为 那美国人现在觉得 我砍你一大堆 这个半导体上游的零组件 你的华为立刻砍断一只脚 那至少华为出货量 有一亿只是海外市场 通通都不见啦 那我再多砍一点 你还有5G 还有其他的电子产业吗 然后拒绝竞争 美国人觉得 这是不公平开放 不公平竞争 不然你网路开放给我 然后华日报说 网路市场开放 让我Google杀进去 让我Facebook杀进去 让我YouTube杀进去 干嘛让5毛那么辛苦 还要翻墙 对不对 5毛你看百度的资料被清掉 然后要看个YouTube 本节目年代向前看 有好多5毛观众 还有一些人来洗版 他们多辛苦 他们都还要翻墙 他们如果公平竞争 根本不需要翻墙 对不对 然后为我独尊 现在到底谁独尊 共和党还要跟民主党低头 那共产党到底跟谁低头 然后这个双重标准 那这个美国人现在要挡华为 因为美国人觉得 中国你挡我Google 你挡我YouTube 你挡我Facebook 现在看起来 所有的9个必败 其实美国人都会打脸回去 我懒得再打脸 再打下去 观众一定觉得 陈英冠你好坏 你怎么一个一个把它打干净 这个为什么会 这个特别把它凑久 是因为在1960年代初期 中苏关系决裂的时候 也是发了9篇文章 批评苏联 在9篇文章之前 中苏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但是那9篇文章就代表 中苏关系的决裂 从此之后呢 中国呢就跟苏联 就切断关系了 说苏联你这个是修正主义 然后呢 他就等于是闭关自首 利用苏联给他的工业基础 就是说我们关起门来 这个您要盒子 不要裤子 现在这个东风吹战鼓雷 世界上不知道谁怕谁 这个不是人民怕美帝 而是美帝怕人民 这一点就是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我这个9篇苏联之后 我就不跟苏联来往了 我就自己自力更生 那今天这个九润美国 是不是也有这个含义 就是说以后我跟美国 关系就切了 不能说完全不往来 但至少有随时切的准备 以后自力更生 我认为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政治讯号 自给自主了 那当然目前的状况 比起当年好一点点 为什么 因为除了美国之外 他跟其他所有国家的贸易关系 不是完全美国 一国单一可以切得断的 而且他现在国内十几亿人 老实讲自己内部的市场 他如果要发展一套 他独立自己的体系 也不是说完全生存不下去 只是跟国际间会有落差 但是他自己自力更生 还是有办法生存下去 我认为这个 就是这个习近平 他现在强硬的一个理由 就是我的人口也够多 我自力更生也不是完全没有基础 那第三个他要靠的什么 就是人民解放军的力量 因为人民解放军 他最近有很多影片流出 什么六四的时候镇压等等 其实中共官方不可能不知道 这些影片在流出 里面很多人在海外到处谈论六四 但是他的观点可能是说 因为对习近平来讲 六四的时候他只是一个中层干部 所以你现在算六四的账 绝对算不到我习某人身上 我这件事情的决策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这比账要算邓小平的 而且是三十年前的账 但是邓小平先生已经 已经白白了 古宗家法算老祖宗的 所以你要算政治账 算不到我习某人身上 但是全世界的人 包括中国大陆里面的人都会看到说 解放军是敢动武的 你只要不听话 乱说乱动 这个是当年来讲就是镇压 所以我来举例 这个韩粉可以上凯道来造势 然后这个可以修理总统府 但是韩粉就上不了天安门造势 韩粉敢上天安门的话 坦克车就开出来了 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有一首非常重要的歌 叫解放军进行曲 里面有一句说 知道反动牌消灭干净 毛泽东的旗子高高飘扬 意思就是说解放军 他的敌人不是只有对外 也是对内 他一定是要把反动派消灭干净 那个反动派是 只要跟党站在对立面的 这个就是敌人 他从来不强调说军队要国家化 以前解放军报专门出过文章就说 要警惕解放军 就军队国家化的谬论 意思就是说党指挥枪 枪开始里面出政权 所以这一次特别让 所以军队要信党 军队不是国家化 就跟党媒要信党一样 军队一定要信党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党支部现在连上 这个一定要一切行动听党的指挥 这个几乎所有的军歌 都是在强调这一点 所以今天特别让国防部长 纯职业军人的魏凤和来强调 贸易战呢 中国是敞开大门 随时可以谈的 意思就是说 在贸易战这件事情上 已经全党一心 全民一心 军民联合 争取最后的胜利 我们广告之后回到节目现场